拥有超过10年预防自杀经验的资深护士爱琳·哈洛帕克 她的丈夫杰夫·帕克是一位成功的CEO和充满爱心的父亲 但她在去年因自杀去世让外界感到震惊 爱琳·哈洛帕克认为社会对自杀的污名和羞耻感 是阻止人们寻求帮助的重要因素 她强调即使表面上看似一切都好 但每个家庭或个体都可能遭遇到有关心理健康的巨大挑战 且爱琳·哈洛帕克还认为 谈论自杀和心理健康不应该是一个禁忌 且应看作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鉴于此社会大众都应该获得充分的资源 一起帮助改变家庭与社会态度 消除自杀污名化的同时 也提供更多讨论和解决空间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提醒观众 如果不确定或担心自己或所爱的人 可能面临自杀风险、自我伤害或其他心理健康危机 都可以拨打全美自杀预防热线988 获得24小时的帮助 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和更多资源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